欢迎来到电影视频室 六年前迪士尼动画片《Racket Ralph》 将观众带到电子游戏机内的世界 本周开映的续集 观众跟随着电子游戏人物 进入更广阔的互联网世界 今天为大家点评 无敌破坏王之大闹互联网 Ralph Breaks the Internet 以下电影画面由Disney Pictures提供 在首部影片《Racket Ralph》中 电子游戏中的反派人物Ralph 其实是个对自己没有自信的巨人 和赛车女孩Vanelope成了知己 续集中 为了要给Vanelope一个惊喜 Ralph在赛车游戏穿插新的惊险路段 间接导致电玩的遥控器损坏 而因为这是老旧的电子游戏机 已经不再制造 Ralph和Vanelope只能在网路拍卖站Ebay找得到 但是身上没钱的他们 必须想其他方法 Ralph找到可以帮他成为网红赚钱的经理 方法是上载一段段惹笑的短片 Vanelope却也让网路中的 另外一个惊险赛车游戏吸引 有意思留在这个网路游戏 Ralph顿时了解到可能失去这个知己 于是想办法将Vanelope挽留 但是他的举动却可能因此将赛车女永远的推开 叶宁最引人好奇也是最亮丽的部分 就是看影片如何将人们熟悉的网上资料视觉化 例如人们如何从一个网站挑到另外一个网站 网上如何进行拍卖交易 如何进行搜寻工作等 而最抢戏的镜头却是嘲讽一群大家熟悉的迪斯尼公主 和她们需要人们拯救的老套情节 这些比较原创的人素是影片突出的部分 但接近电影完结 原本是高潮的惊险镜头却陷入老城的桥段 而容易令人猜测的结局 也限制了影片原创领域上的成就 Roth Breaks to Internet是一部老少嫌疑的动画喜剧 满分五分钟得四分值得强力推荐 提醒到电影院看这部影片的观众 电影结束之后不要急忙离开 后面还有两个称为EasterX复活节彩蛋的诙谐镜头 感谢观看